这两年大家对肺膜玻璃节节的关注度都有显著的提高 那么肺膜玻璃节节到底是什么呢 它可能是一个小片的炎症 也有可能是一个小的早期肿瘤的表情 那么我们需要如何去对待它呢 当做CT的时候发现有肺上的膜玻璃节节 大家不要过度的惊慌 我们可以定期的观察 过三个月呢再俯查一个CT 动态观察膜玻璃节节的变化影 或者跟你的医生联系 由医生来为你制定下一步需要检查或治疗的方案 配合医生这个肺膜玻璃节节也不用过度的紧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